接着为我们分享的是香港铁路有限公司 处理物业安全经理黄景豪先生 香港铁路有限公司管理的进海 获得第八届最佳职安建物业管理大奖 工作安全改善计划的金奖 黄先生会为我们分享利地工作安全实务经验 有请黄先生 大家好,我是港铁公司香港物业业务单位的 处理物业安全经理黄景豪和阿King 今天很荣幸可以代表港铁公司 分享我们香港物业业务单位 利地工作的良好作业安全分享 首先介绍一下我们的香港物业业务单位 我们主要在物业管理方面 主要分为投资物业部和物业管理部 我们在管理17个商场和商下 以及54个屋苑 在管理接近1万个员工 所以我们这1万个员工都秉持着 没有最安全,只有更安全的文化理念 希望追求到零伤亡的圆境 刚才我蒋先生也分享了业界的不同意外 就是利地工作或者高处堕下的意外 我们其实在新闻里面 时不时都会看到在物业管理界别里面 都会有一些高处堕下的意外 刚才也分享了,即使是2米华以下 感觉上下堕的距离不是很高 但其实那个意外的后果都是非常严重的 我们在想,作为物业管理界别的一份子 究竟我们怎样可以解决到物业管理业界里面 这个利地工作这个老大难的问题 我们看到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一些工人 可能是使用一些不适合的安全工作台 例如一些木梯或者是一些破损了的梯局 或者是一些不安全的位置 用一些不适合的工作台导致下堕的意外 如果可以解决到这个老大难的问题 我相信在物业管的界别来说 的安全是可以大幅度提升的 我们可以看回其实这几年来 业界都下了很多功夫在上面 希望可以提升到这方面的安全 我们可以看回以往 其实旧时的时候 都会用一些木椅去做一些利地工作 再随着时间的推演 都会变成一些金属的功夫椅 甚至纤维的功夫椅 到了最近这几年 就更加功夫椅 就去到一个适当的轻便工作台 就有护栏 有踢脚板 而且有足够的站脚位 令到安全系数都大幅度提升 而梯台的演进 大家可以看到 以往就是用一些木的A字梯 整个业界 可能随着时间的推演 就变成一些铝的金属的A梯 甚至一些纤维的A梯 但是呢 现在的梯台已经更加安全 它增设了一些湖南 踢脚板 以及最重要 就是一个宽阔的站脚位 令到在离地工作的时候 安全系数就大幅度提升 其实看到这些轻便工作台的引入 其实都是非常好的东西 所以我们都 香港物业业务单位 都立刻更新了 我们的离地工作的安全主引 要求离地工作 两米以下的离地工作 就是需要使用一个梯台 或者一些叫功夫椅 这些轻便工作台 令到他们去做这些离地工作的 维修 保养 的工程 同时我们都要求 这些工作台 都要定期跟回指引 做一个检查表 同时我们都因应过梯台 和功夫椅的引入 就要我们的各个物业 在几年之前 做一次全面的风险评估记录表 找回所有的离地工作 的情况是如何 包括一些机房的位置 或者一些换灯管的位置 就可以用回哪一类的工作 梯台或者功夫椅 去使用 做一个记录 去大幅度减少一些 要搭架的离地工作 当然了 这个这么新穎的梯台 和功夫椅的引入 在几年前来说是非常新穎 我们可能有些业界的不同的持份者 包括我们前线的工人 都未必那么熟悉 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港铁公司 在几年前都全力配合职业 职业局和工厨的推广 持续宣传推广这个安全梯台 做了2016年的 中小型企业的安全梯台 资助计划的时候 我们都已经是非常踊跃去参与 支持 之后再衍生到 改良版的轻便工作台 将轻便工作台更加改良 更加去到不同的环境 都可以用到梯台 这个东西 我们都有参与 再去到2018年的时候 物业管理公司的推广 轻便工作台合作先度计划的推广的时候 我们的物业都有用去参与 亦都有物业成功参与到 亦都引入了梯台去做一个推广 当然刚才都说了 我们不同的员工对于这个生命的时候 都需要更加多的教育 让他们知道这个好处 所以我们在几年前开始 都持续地去教育我们各级的员工 关于这些安全梯台 或者功夫等的安全事业 我们说了几年前 你看到这个 2016年的时候 我们已经教育了 其实离地工作 就要用高处工作的安全三宝 例如流动工作台 或者轻便工作台等 而当中这些新型的工作台 使用的安全指南 我们都已经引用了 就是说过务公主推出的安全指南 就教育他们 要留意这方面的知识 同时刚才我们都说了 早几年听完业界意见之后 有一个改良版的轻便工作台引入 这个是非常之好 我们看到就新增了一些两级的梯台 令到那个离地工作 第二级的时候都可以做到一个离地的工作 安全地进行离地工作 而且也加了一些车 方便搬运 而同时梯台的尺寸又小了很多 而且重量也轻了很多 对于我们业界的前线员工来说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因为我们都问他们的时候 以往就是可能还是比较大舊的时候 他们难以一个人去搬运 见到这个改良版轻便工作台引入 我们都大力宣传给我们的员工听 原来有一些改良版的工作台 是非常之适合在物业管理的环境里面去使用的 尤其是一些杂位的时候 就因为去打破他们以往认为 可能这个梯台是一些比较大舊的东西 而令到他们使用上就有所避忌 我们也都将这些资讯 这些资讯集成为一个良好安全作业搜查 特意有一个章节 就说回两米以下的离地工作 重提离地工作 就需要进行用这些轻便工作台 也加了很多同文定谋的例子 让我们的前线员工和各级员工 可以很轻松地看到一个简洁的文字 和一些同文定谋的例子 令到他们可以清晰知道 梯台的应用是可以很全面和很广泛 尤其是2017年见到一个改良版 轻便工作台课的时候 我们都更新了我们的作业搜查 持续地去把这些这么好的知识 教导给我们不同的员工 当然梯台是非常好 但是安全使用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香港物业业务单位 也拍摄了一些短片 教导我们的前线员工 面对梯台使用的时候要注意的事項 例如一些不安全的使用 例如这些擅置加高的梯台 或者过度伸展的都是不适合的 也会教导他们 如何安全地使用梯台 例如也要检查地面 一些人力提举的风险 遗风这些情况 以及按实际环境选择 适当的轻便工作台 进行的离地工作 我们也拍摄短片去教导他们 希望透过短片 令到他们可以前线的 尤其是前线员工 可以更加明白 使用梯台的安全注意事項 我们刚才上述的所有资料 以及短片 我们都会去到现场 教导我们的前线员工 甚至乎有些实物 令他们明白梯台 一些轻便工作台的好处 和A梯的分别 希望他们可以看得到 这张照片就是有几年前 刚刚梯台引入很久的时候 我们特意去教导我们 前线的一些技工 安全梯台的好处 和A梯的坏处 这些A梯就希望他们就摒起了 引入更加多的梯台 这几年我们都会持续 去到不同的物业 访问前线员工的意见 他们的员工 我们的员工的意见 都非常正面 尤其是是改良版的轻便工作台 他们以往就是两个人要搬一些比较高 一些的梯台 但是呢 现在一个人 已经可以用到的梯台 改良版轻便工作台 尤其是有一个车 可以给他们去搬 的时候 就已经是大幅度方便了他们的工作 而同时呢 两级梯台 令到他们可以做到很多位置 都可以用梯台 已经可以解决到 而且这个宽阔的棋角位 令到你做事上面 都真的舒适了很多 他们的效率也有所抵制 那我们都暂时看到 不同的员工的意见 都非常之正面 那当然了 那除了有梯台之后呢 我们更加深化去看了 那我们呢 持续都会去检视 不同的物业呢 他们有没有足够 不同高度 和种类的轻便工作台 那因为呢 可能有些有两级梯台 有些有三级梯台 那可能刚刚第四级 或者第四级梯台 他们欠奉的时候呢 可能或者可能那些梯台太好了 那他们就未必能够 可以最舒服的方法去 去利利工作 那所以我们都很建议 呼吁我们的物业 引入回不同高度的梯台 那确保他们 因应回整个物业环境呢 可以有足够 和不同类型的梯台 可以按回他们的需要 就做到更加 广泛而全面的安全利利工作 那系统就说完了 那我们就说回少少良好的作业例子 那之前都说了 我们的物业就有梯台引入了之后呢 也都全面进行了一个风险 评估找到所有位置呢 有没有方法可以更加善用到 轻便工作台的好处呢 那我们也都发现了 有很多旧有的一些旧有的建筑物里面呢 有些机房呢 那可能一些灯管就设置了在最顶的位置 那你见到这张照片 是一些机房里面的 那如果要更换那盏灯呢 在比较狹窄的环境下 就需要搭一些比较 复杂的金属棚架 才可以换到一个灯 那所以呢 引入了梯台的时候呢 就可以考虑把灯管改低 那只需要用梯台 就可以进行更换维修 那另外呢 后走道也是我们一个 很重要的一环 那我们会见到一些 有些灯管 以往就设置在最高的位置呢 真的要搭一个很大型的架 才可以换个灯 但是呢 有了一个轻便工作台之后呢 那用梯台呢 就可以只要将灯管改低的时候呢 就已经在Landing位置 已经可以更换到灯管 就大幅度提升到它们的效率 那这个例子更加明显 以往的灯管就六米那么高 那要搭个架 为了换盏灯 那就是免得失事 而在那里更麻烦 那现在呢 只要将灯管呢 改低到一个 大约2.5米左右 使用梯台的时候呢 就可以很轻松 方便地换到这个灯管 那就由将2米以上的高柱工作 变成了一个2.5米的高柱工作呢 就简单了很多 那我们都继续鼓励 那这些全部都是我们前线员工 因为用了轻便工作台之后呢 而继续改善来工作安全的一些作业例子 那他们也都会上报 而我们也都会接纳他们 也都会将这些成功的案例呢 就会予以赞赏 那希望他们就继续透过使用这个轻便工作台呢 去继续改善高柱工作 那以下来我们也都会分享一下 将军澳日出康城进海的实务例子分享 那 港铁公司申明安全设计的重要性 那所以呢 我们的安全管理制度 其实由设计开始已经参与 所以由设计到建造阶段 甚至乎是物业管理维修的阶段 我们都会包含在我们的安全管理制度 那进海在2014年呢 就跟发展商签订了发展同意书的时候 就已经定立了一系列的安全设计指引 那我们里面有很多关于机房 或者一些设施的设计的一些 注意事项的安全指引 已经是列了在发展同意书里面 而在2014年至2018年 正在建的时候 那我们的公司的团队呢 也都会持续地和发展商和成建商不停的沟通 那包括就是梯台 在建造的中段的时候 都引入了入业界那里 那我们的同事也都会和发展商和成建商沟通 那希望一些设施就可以去到 令到设置的高度或者位置 是用到梯台已经可以轻松做到 那不断完善这个设计的时候 去到2019年的时候 在交流之前 那我们公司不同的团队 也都会和建商和发展商 那一起再去做一个 营运之前的联合安全名股 去考虑我们之前要求的指引呢 是执行道 而且也都看有没有一些位置 可以再加强做好安全 那去到我们物业管理团队 接收了物业之后 在营运的物业的时候 也都会持续改善 希望将离地工作的安全 就做到更加好 那我们会见到 新的营运物业 一定会有新的直属员工 也有新的分判商员工 那我们也有些不同的清洁工 那些新加入的 那可能他们之前 不是做在港币公司的物业 那可能在业界其他地方做的时候 可能安全议息 没有知道一些用梯的 或者用梯台的一些安全的资讯 那所以我们在新营运物业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会进行一个特别的安全训练 那教导它 就是我们一些安全的注意事项 尤其是在离地工作 那我们也见到 我们的安全部的同事 也都会教导 我们在这里 是要用梯台 而不可以用气体 那确保回 无论是前线工 技工 保安 清洁 甚至是会所的同事 他们都可以一来到 已经知道我们港帖公司 对于离地工作上的要求 那这里见到 这张照片就是我们港帖公司 香港物业业务单位 不同部门的同事 有建筑的同事 也会有物业管理同事 也有安全部同事 也会邀请其他部门的同事 作为第三方 一起参与这个安全评估 也会连同发展商和成建商 做一个营运前的联合安全评估 看回我们之前要求的措施 是否已经在物业里面 是执行到的 那我们会去一些主要机房 那里检查 那你见到可能 这些喉管 可能在建楼之后 会发觉仍然有一些喉管 这种方式的上落梯台和平台 去覆盖这些喉管 就消除了利利工作的要求 那我们就透过这些 消除了利利工作的风险下 那就不需要站高做事 那整个安全系数会更加好 那除了消除了利利工作之外 也都使用一些LED的灯具 減少利利工作的次数 至少如果寿命长一点的时候 都不需要更换那么多的时候 那利利工作的次数的需求都会减少 那当然我们都明白 利利工作是不能完全避免的 那所以呢 我们在灯弹 刚才说的安全设计方面 我们的灯弹都设置了 在一个合适的高度 刚才我们看回 可能很久以前 我们的灯管都会建在一些 后走道最顶的位置 都会比较难去更换维修 那我们就很感谢业界 有一个轻便工作台 引入了在业界里面 那我们就以这些轻便工作台 作为安全设计的参考 那这些灯管就设置了 在一些适当的位置 是用这些轻便工作台 已经可以换到 那比如左边那张照片 你会看到座头那里 我们是预留的位置 是放到梯台 而前线的员工 是可以更换到的灯管 而不需要用一些很大 大架的工作台就可以换到的了 另外中间和右边的照片 就看到一些后走道的时候 都有一些灯管 只需要用一个轻便工作台 已经可以换到灯了 那可以看看这些 其中一些例子 后走道 那我们将灯管 尽量都设置在比较低的 适当的高度 和一些距离的位置 那我们的同时只需要用一个 两级的改良物轻便工作台 进去 那么很轻松地 就可以进行一个灯管的维修 而同时 那么个别位置 那可能无可避免 都有一些一两级的楼梯 高度的分叉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使用一个 可调格的灯 高度的功夫灯 去做回维修 而另外 这些两级的轻便工作台 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就是在升降机里面 很轻松地 就可以进入到 那个灯管里面 进行CCTV的维修 或者一些换灯 或者一些流水的检查 那么你见到 刚才的同事 一个人用了一个有轻的 两级轻便工作台 很轻松地 可以进到 那个灯管的位置 就已经可以很快速地 很安全地 去进行检查维修 而甚至乎 在一些洗手间 这些比较奇怪的位置 有个厕所在顶住的时候 我们这两级的 这两级的轻便工作台 都刚刚设计到 可以吸到 即是可以盖过到 那个厕所位置 连这些角头位 都可以用轻便工作台 就可以进行一个 柔柔厚 更换的工作 你会见到 其实在这几个例子里面 都见到 我们改良 轻便工作台 尤其是改良版之后的 轻便工作台 是大幅度提升到 我们的离地工作的安全 无论在 喉咒 喉咒 厕所 位置 甚至公交位置 都会见到 这个使用上面的 离地工作的安全 是可以大幅度提升 而同时 工作效率 都能提升到 所以透过整整 不同的措施 和我们安全设计方面的成效 进行这个物业 减低了75% 高于2米以上的离地工作 而我们在物业先初 已经引入了不同 类型的梯台和功夫凳 所以我们的物业也有0AT 也不需要有任何的AT 在我们的物业里面出现 而在我们的物业 营运到现在 都是保持0意外 那我们是打破了一个 新营运物业 必定较多的上规 因为我们都知道 一个新的物业 会有新的环境 新的工人 新的系统的时候 可能在意外上面 会相比较多 但是透过设计 和大幅度引用 改良版轻便工作台 工作台的措施之后 我们的意外 是没有意外的 安全是做得非常好 而我们也得到业界的赞赏 认同 我们在上一届的 最佳职位物业管理大奖里面 都夺到 工作安全改善计划的金像 透过不同的措施 我们真正做到变 做未来 实现零伤害 当然 我们不只是满足于 在我们直属员工 和我们分管商员工的安全 我们也继续有展望 希望将安全的意识 尤其是离地工作的安全意识 感染到我们的住户身上 所以我们也正在更新 我们的住宅的 业主住客安全指引里面 里面加入了一些 轻便工作台的安全指引 也都加设了一个 在露台里面的 离地工作注意事项的指引 都让他们提升离地工作的意识 而同时也都继续鼓励他们 那些物业继续引入更多的轻便工作台 那我们当有足够的轻便工作台 可以在物业里面 就可以推广更多的 住户梯台借用服务 在我们不同的物业里面 可以借到给他们的住户 令到他们的意识 都可以 离地工作的安全意识 都可以提升到更加高 那透过重新措施 我们将公司的香港物业务单位 会继续以没有最安全 只要安全的文化理念 将离地工作的安全意识 感染到给我们的同事 承建商的员工和住户身上 那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 多谢王先生的分享 那接着来就到问答环节了 有观众就问过 王先生提及过住户梯台借用服务 除了更新住宅业主 或者住客安全指引之外 是不是有其他宣传方法 鼓励住户借用的呢? 好,谢谢这个问题 我们之前一向都有支持参与 物业管理公司 推广安全轻便工作台的合作先动计划 那时候我们开始 我们的物业都会在我们 这些管理署的单位 因为通常这些业务都会去我们那里 管理署的申请 那我们都会在那些位置 将一些比较眼睛的海报 然后告诉他们 这里是可以借到梯台 令到他们知道 原来有这件事可以借到给他们 而同时我们都会在不同的一些 一些 住户的宣传单章里面 都会提供利利工作 就是装修维修工作的安全注意事项 那里主动地教导他们 就是有利利工作上 可以选到一些 轻便工作台可以使用 去吸引到他们更加明白 利利工作安全的安全事业 谢谢黄先生 另外也有观众问 除了使用轻便工作台之外 黄先生提及过的 活动式上落梯台 和平台覆盖喉管的安全设计 是否可以按需要安装 在不同的工作地点呢 谢谢你的问题 我们刚才也说了 就是消除利利工作是最优先 所以我们这些覆盖喉管的平台 我们都可以因应不同的环境 我们都要求主要机房 都会加设 消除你们工作的风险 也有些叫做 standardized 一些比较模组化的 一些工作台 可以拿起吸引到喉管 是可以做的 但当然我们都不想 我们的同事 就要有一个人力提举的风险 所以基本上 我们都会因应不同的 routing 不同的机房的环境 我们就尽量在事前 就设计回 去覆盖喉管 就令到一开始我们的员工进去的时候 就不需要自己搬运 或者不需要去做一些离地工作 所以我们都在一个 营运开初的时候 都已经会 针对这些机房外置 做一个在地的风险评估 去做一些梯台 或者一些工作台平台 去覆盖这些后管 那么 确保不同的机房 都可以得到保护 谢谢黄先生的解答 和今天的分享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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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